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别说这小外孙女吃的还真香 到底曲大师用了什么绝招呢 咱们一块看 东北的张贵兰阿姨给外孙女做了一道鸡肉丸子汤 她首先把鸡肉剁成碎末 加入了葱花鸡蛋清条味 然后煸炒胡萝卜 加开水窜鸡肉丸子 出锅前加味精条味 最后放入了香菜 希望这道富含维生素和高蛋白的菜 给正在长身体的外孙女提供营养 我这个孩子从能吃复食以后 她就不爱吃菜 一吃菜就像来大灰狼似的 就干脆就不吃 她妈和我这家人都愁得不呛 孩子不吃蔬菜我们很苦恼 能有什么好办法 能使孩子多吃蔬菜呢 阿姨您别急 天天饮食今天请来国际级烹饪大师 为您上门指导 曲浩老师用张阿姨相同的蔬菜 经过精加工巧制作 做出一道翡翠鸡肉丸 到底张阿姨的外孙女会不会喜欢吃呢 哎呀好吃吧 孩子终于吃蔬菜了 那么曲浩老师这道翡翠鸡肉丸子里 究竟加入了哪些神奇的东西呢 为小朋友做菜 究竟烹制中都有哪些高招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阿姨 现在有很多小孩不喜欢吃蔬菜 今天我给您做一道翡翠鸡丸 给您介绍一种蔬菜加入的好方法 曲浩老师用到的原料有 鸡胸肉 菠菜汁 胡萝卜末 鸡蛋清 以及盐 味精 香油等调味料 您看看 把所有的蔬菜 全部打入丸子中 营养也就加在其中了 换个吃法 小朋友就爱吃了 来 阿姨 现在首先呢 我们把打碎的菠菜汁放入锅中 小油网子闭一下 把它渣子给它闭下去 你再提取它的叶绿素 把它的营养成分给它提取出来 为什么这样打碎了 提取叶绿素 对 这样呢 提取的是纯的叶绿素 那么一会儿您看一开锅之后 这个绿的东西都飘在上面了 底下就变成白开水了 这样呢 我们再把这个绿的加在肉里头 肉的颜色就更好看了 然后一开锅 我们把上面的浮沫打下来 叶绿素不会丢色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加热时间很短 稍微加热我们就出来 纯的绿色我们就全撇出来了 我们下面呢 就来提取胡萝卜油 锅烧热 倒入油 将搅碎的胡萝卜放入 因为这个胡萝卜属于止溶性维生素 它止溶于油 不溶于水 那么这样把它的营养素呢 全融在这油里头 一会儿我们做这鸡丸子的时候呢 把这油呢 加到鸡丸子里头 这样呢 胡萝卜的营养素 全加在鸡肉里头 小孩吃起来 他就不会反感 来 最后这样炸好的胡萝卜油 倒入 一看 我们把水先加入 这个加多少水 这个加大约肉的一半的水 鸡蛋清 倒下去 这个我们的叶绿素 加一点点油 胡萝卜油 加盐 再加味精 好 这就切了 打的那个呢 鸡肉全成碎绒了 来 肉粘稠度可以了就可以了 来 这样就打好了 现在咱们就开始往水里挤丸子了 这个是先冻一下 是吧 对 让它有点凉 凉它容易成形啊 对对对 这个是开水下还是 开水以后我们加一点点凉水 让它大约在八九十度 为什么用开水 不用开水 用冷水 也不是冷水 大约在八十度 如果说用开水的话 这丸子煮出来就很容易老了 这样的肯定好吃 它比较嫩 肯定有点吃 它也调不出来 那是有多少菜也都能吃上 开锅的这个多长时间能用 这个主要它能飘起来就可以了 一飘起来证明它就熟了 这就离熟的不远了 对开锅 老是在凉水里头 这时候呢 我们就往里头加 调味料了 放入葱姜水 有点葱姜水 葱姜水是 哎 我们拿葱姜 拿水浸泡 提取它的汁 不要吃葱姜 然后加入味精 再加入盐 出锅的时候打一点点香油就可以了 只要它慢慢能浮起来 这么就熟了 谢谢 谢谢 阿姨 这个咱们做这个鸡丸呢 两种方法 现在帮您分析一下 这道菜的几个关键环节 首先 张阿姨把鸡肉剁成碎末 加入葱花鸡蛋青条味 然后煸炒胡萝卜加入水 但这道营养全面的鸡肉丸子 却没有引起孩子的食欲 甚至遭到外孙女的拒绝 而区浩老师把菠菜打成汁 并提取叶绿素 然后用油煸炒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 把这些全部加入鸡肉中打成绒 用它来窜丸子 这里还有一个小窍门 打好的鸡肉绒在冰箱中冷藏20分钟后 做丸子更容易成型 这样窜出的鸡肉蔬菜丸子 孩子当然喜欢了 不开锅下丸子 一开锅就出了 对对对对 所以很嫩 一般做鸡肉丸子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柴了 柴了吃嘴里都柴柴的 没有香味 那么这一个咸嫩味要合适 那么它的软嫩来自于水 大量的加水 嫩滑呢滑 靠油 我们加油下去 它就吃嘴里很滑的 这样有油有水 我说你搁着了点那个 柴柴油 柴柴油到那边 对对对 你也是把它营养加进去 再也从它吃嘴里的质感 来披掉 厨房烦恼您别怕 美食顾问到您家 您如果遇到烹饪方面的哪些难题 欢迎您和我们联系 我们下周日还要派一位神秘嘉宾 去您家解决烹饪方面的难题 好明天老时间老地点老朋友 不见不散 再见